所以我們今晚也都選擇了8點27分去進行一個密愛的儀式 在國內可能有些人都會說 這些意外、非非街市或者經常都無人無知的發生 但對於真正愛護人民的政府和領導來講 其實是不是都應該是時候反思一下 究竟為何這個國家經常都出現這些所謂的無妄之災天災淫窩呢 一個星期了究竟中國政府或者鐵路部的官員 有沒有還到人民一個清楚的答案呢 教會出來的公安是要違抗上司的命令 才挑釁地、巧合地拯救到這個路徒出來 本來的指令是不再救人 人民又真是否得到一些基本的人權和基本的保障呢 今時今日在這個所謂的文明社會 我們的祖國自稱是世界強國之列 但是在這些這樣的意外發生了之後 他們那種無視人民、幸福和權利的那種態度 他們那種應變或者他們那種的處理手法 我想是絕對談不上和其他強國可以名列 很多死傷者的家屬 現在開始被官員接觸 很多官員和鐵路部的代表 要走去找他們談賠償的事情 有些人說可能是幾十萬 甚至乎好幾十萬不等 但是賠償的條件 就是要他們不要出聲 賠償的條件 就是要那些死傷者的家屬 不要再去追究 生命何價 除了我們人民的生命之外 這次這麼嚴重的事 故今嚴重的意外 很明顯是人為的大錯 如果是有人為的錯誤的話 為甚麼我們不需要去檢渡 為甚麼我們不需要去追究 為甚麼我們不可以找到源頭在哪裏呢 其實全世界的中國人 今天發起了燭光悼獵晚會 在全世界很多個城市 當然國內有超過一百個城市牽頭 再加上台北 香港 新加坡 以及很多華人聚居的城市 在這時這一刻都進行一個紀念的活動 為甚麼全世界的華人都這麼緊張這件事 都這麼心痛 都在哀悼 但是我們國內的官員 尤其是鐵路部的那班官員 他們竟然只是忽斷地去掩飾 他們的過錯 掩飾他們的失職 看回很多片段我們會知道 意外發生之後 他們第一件事做的是甚麼 毀屍滅跡 將車卡就地埋葬 裏面有多少活命 裏面有多少屍體 從來沒有人去關注 他們 這班鐵路部的官員 或者相關的幹部 只是怕他們烏沙不保 只是怕他們要為這件事負上責任 於是乎就無所不用其極 隱瞞死傷者人數 到目前為止 官方的數字都是只有40人 大家試想想 一件這麼嚴重的火車意外 會不會只只有40人死呢 只是跌落天橋的車卡 已經有4卡 如果那輛車是載滿客的話 那裏是說數百人 死傷者的數字我們不得已知 官方的數據我們難以自信 官員 避得的避 走得的走 射得的射 從來沒有認認真真地走出來 跟人民講句道歉 從來沒有認認真真地處理好 善後的工作 只是懂得毀屍滅跡 只是懂得用錢 還掩口肺 叫人民不要出聲 不要追究 你們說這些是什麼政府 一個不懂得 珍惜人民性命的政府 一個只是懂得封鎖消息的政府 一個只是懂得 兩詞奪利 毀屍滅跡的政府 人命固然謹要 亦都為何我們今天來到這裏 希望悼念一下 一個星期前的今晚 因為這次火車意外 而犧牲的死難者 和所有的受傷同胞 今天我見到這裏越來越多的 我們人民力量的成員 或者是很多 甚至國內同胞 或者香港的市民 都來到這裏現場 我們一起進行悼念的工作 或者如果拿了蠟燭的 可以先坐下 如果未拿蠟燭的 可以來到我們這個蠟燭的前面 我們還有一箱蠟燭可以提供到給大家 如果大家都 各位香港市民在這裏再次呼籲大家 如果經過黃岳火車站這裏的 各位市民 我們在這裏是悼念上個星期 723溫州火車事故 這裏是人民力量的組織 我們希望 藉著今晚去悼念一個星期前 因為溫州高鐵意外所犧牲 所受傷的死難同胞 可能在國內反而的迴響沒那麼大 因為消息被封鎖 或者很多事根本很多地方 很多城市都不得而知 但是不要緊要 我們相信總有辦法去令到天知地知 所有中國同胞到知 也都正正因為這樣 我們今天人民力量也都發起了這次 就是參與這個燭光悼念活動 來到我們火車站的門外 我們點起蠟燭 723的死難者 我們要幫你討回共渡 我們要為你犧牲了的生命 和你們的家人 拿回一個清晰的答案 能夠只依賴內地一小撮人的良知 去維繫這個國家 大家香港人能夠享有言論和信息的自由 非常之珍貴 告訴大家聽 現在國內13億人口 所有人都活在一個封閉的社會 包括這次溫州鐵路的意外 很多國內的同胞是不得而知 很多國內的同胞是根本不知道 有這樣的事發生過 所以為甚麼我們在香港 能夠享有資訊 能夠享有所有的身份的自由 甚至可以談論這件事 是很難得的 所以我們更加要發揮我們在香港的作用 我們在這裏再次呼籲 哪個和國火車站的香港市民 如果你都覺得 上個星期723溫州火車意外 是一個我們國家很大的國商的話 請你們都過來和我們一起盜獵 7月23日溫州火車事故的所有死相者 我們人民力量在這裏再次呼籲大家 參與我們這一個悼念的晚會 為上個星期溫州火車意外的所有死相者 就是他們的家屬 做朋友最深切的愛情 多謝你的煉花 多謝這位小朋友 分開他 我想稍微有良知的中國人 看到上個星期所發生的意外 和之後官月門 善後的工作和他們的態度 大家都會不寒意論 大家都會心裏面一寒 不明白為何我們的祖國 要這樣去對待人民 人民的性命其實就是最寶貴 人民的權益就是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需要捍衛的東西